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人要救她呢 有没有 有没有人要救你 不少观看视频的网友都在评论区吐槽 觉得这个场面实在尴尬 还有人说卖一百块都美人要 也许比起卖奶茶 网友更愿意看彭哥上台多唱两首歌吧 经常在影视作品里饰演爵士美人的古丽纳扎 一直是许多严控心目中的完美女神 昨天有网友发了一段疑似纳扎和前男友的亲密视频 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视频中这位长相沈思纳扎的美女小鸟依然地靠在男生怀里 浓情蜜意地撒娇 完全是恋爱中的小女生模样 有福尔摩斯网友迅速锁定了视频中的男主角 发出他是微博上一位美衣博主谢思雨 是纳扎大学时期交往过的前男友 如今谢思雨已经结婚生子 一家三口的合照看起来很是幸福 目前纳扎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有的网友认为不管视频中的人是不是纳扎 这样不经当事人同意就曝光别人隐私 是一种缺德的行为 有的人觉得在纳扎当红时 这段视频被曝光 曝光视频的网友目的不纯 还有的人觉得热恋中的人行为亲密很正常 没必要上纲上线大惊小怪 你们怎么看呢 杨幂自出道以来接演了不少热门古装剧 他曾是射雕里的侠女 聊斋里的小狐仙 浮雕里的神女 更是仙剑三 三生三世 古剑奇坛里的小仙女 但是也许你们不知道 大秘密还挑战过人鱼的角色 前段时间网上曝光了大秘密早年参演的一部 号称国际大制作电影人鱼帝国的预告 这部2009年开机 原定2013年上映却延期至今仍无定档消息的电影 据说耗资1.3亿美元 邀请了阿凡达的好莱坞后期团队 然而这部声势浩大的大片 却风波不断 最后便没了东景 大秘密在片中饰演一名人鱼的岛主 从预告片和剧照曝光的造型来看 大秘密的鱼林特小装虽然有些另类 却能完美地遮盖住她的发际线 大秘密的几个小表情 还保留了当年仙剑里雪剑的领动俏皮 看到大秘密这个古早人鱼造型 你们给他几分呢 在最近的超新星拳运会比赛上 王大陆射箭拖把成了吊车尾 大家都调侃 这位新版江石树画风有点出人意料 对于这个黑历史 王大陆在我们的专访里 各种撒娇甩锅却又频频打脸 画风更是清奇 快跟着头条军一起去欣赏他的奇特晚尊现场吧 在上周的超新星拳运会上 作为搞笑担当的王大陆射箭拖把 以全场最低分惨遭淘汰 一时间网友议论分分 这新版指数不光外形不够高冷 运动细胞似乎也不太行 面对这些质疑 是要摆脱吃孩子 傻黑甜 废柴形象的王大陆 在我们的专访中启动了撒娇甩锅模式 谁让节目组设置的项目都对本宝宝不友好 因为这个真的太少项目了 就只有这几项 跑步啊 田径啊 跳高啊 射箭啊 射三箭 跟亨利射一箭十分是一样的道理 我游泳游特别慢 我就没有办法 他们节目组一直叫我去游泳 我就真的游不快 我游不快 我真的游不快 游得好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女孩子都游得比我快 我比较偏球类 下次希望腾讯办一个篮球赛 节目组你们听到参赛选手的心声了吗 所谓树叶有专攻 下次如果办个篮球赛 说不定王大陆还真能拿个MVP呢 如果拿不到 哼哼 那就来一场撒娇赛吧 毕竟我们的大陆同学可是听到手机响 都能花式撒个娇的可爱男孩 我干涉个十分 我真的没脸见回我的南方区了 我现在手机在我身上一直响 应该大家都在怼我吧 我们有一个群 都有 然后每个群都炸了 每天都吵我们 他估计现在在BB我 又是怼又是BB的 王大陆的网络语用得不错嘛 大概是跟自己口中怎么也追不上的弟弟妹妹们学的 一堆弟弟妹妹嘛 我也老了 跑步也跑不赢弟弟们跑那么快 怎么追都追不上 针对王大陆这一系列甩锅撒娇又戳人心肝的行为 土豆君只能说他还是个孩子 请大家不要放过他 还有出演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 江直树这件事我们也要讨个说法 大陆同学文言立刻笑开了花 虽说翻拍剧情有变动 但能演出IQ100 哦不 200 就算我赢 I SPAN 人设是没什么变 但故事有大改 基本上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这翻拍才好玩 才会有心意 那江直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包括口条来说 我会下很多的功夫 说服观众 必须我王大陆讲出来的话 而且他不能有任何的废话 碎话 因为他是一个IQ100天才 IQ200的天才 我敢发誓 我敢发誓 不得不说 这自信爆棚的样子 还真有几分指数的feel 不过他又接着为搭档林允代言 夸他聪明的跟香琴很相似 一时间竟让人分不清 到底是商业吹还是高端黑 明明我们记忆中的香琴 就是那个虽然身在F班 不够聪明不够优秀 但却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可爱傻女孩啊 非常可爱 然后非常 他非常聪明 然后戏又好 很聪明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 他跟香琴我觉得非常的像 不够高冷的姜植树 加上非常聪明的原香琴 这还是我们印象中的 那个一吻定情吗 还是说会擦出不一样 甚至更精彩的火花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下 新版的植树和香琴 到底是什么画风吧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 那就赶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这里有更多的娱乐资讯 等着你们翻牌 想要拿福利的官友们 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在腾讯新闻客户端 参与请你免费看电影话题 就可以获得电影票哦 不要忘了 明天早上七点 咱们还是老地方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胜利的极致温温升起